主持肩膀化麻 我看到那个长江山峡那边 有好多螃蟹爬到那个峡头上面 螃蟹爬在那个坝上面 爬在坝上面好多螃蟹往上爬 好多螃蟹在坝上爬 好多螃蟹在坝上爬 螃蟹为什么要搬那个大坝上爬呢 因为那个缺氧严重 水里缺氧严重 水里缺氧严重 水里缺氧严重的原因是里边那个污染太多了 污染太多了 就相当于成了死水了 水里长江水里污染太多了 成了死水了 成了死这一刻里面很氧难起来 几乎没有氧了 这样的情况在很多鱼潮天都是放在那边 那个螃蟹还好 它有脚就爬上来了 就爬上来要细地氧气 要细地氧气 不然的话就是像鱼一样肚皮犯针了 所以那个重庆大带的污染了 在几十年来源源不达 那个地方叫酱油那个地方 原来源不达的排放 原来源不达的排放 排放到 呃 潸凉水里面那个 受污染和严重缺氧的事情 呃 所以 唉 那个污染问题 总是解决不了 总是解决不了 哦 这 爱卫生也收到这个信息了 再想办法了 啊 好 好 知道了 啊 再见 啊 再见 再见 咱们 咱们